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世界衛生組織WHO官員 在1月4日公布 中共提交的報告 沒有發現新的新冠病毒亞變異株 但是中國提供的疫情數據 就沒有準確反映中國的疫情情況 沒有充分反映真實的住院人數 特別是死亡人數 世衛並且繼續對中共提供的數據的準確性 表示擔心 而在前一天的3日 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共專家舉行視像閉門會議 根據世衛通報的數據 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分析顯示 BA5.2和BF7 是在中國傳染的主要變異株 而兩者都是Omicron的變異株分子 對於世衛宣布 中國目前沒有發現變異株 台灣行政院衛生署前副處長 李龍騰1月5日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中國前兩個月的疫情很平靜 而過去一個月突然之間大爆發 如果疫情一直都控制得很好 應該不至於如此 李龍騰1月5日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世衛作出病毒沒有變異的結論 有些太草率 因為中國疫情蔓延速度之快 死亡人數之多 重症數量之多 都已經超出世界上已知的變種 到底是因為新變種帶來的 還是因為疫苗無效 定義計劃幾種因素加起來 現在也是個謎 在2022年最後一個月 中共當局突然放棄清零政策 在沒有做好醫療資源必要準備的情況下 疫情海嘯色感擴散 醫院病人爆滿 火葬場也排長龍 引起中國民眾的極度恐慌 國際衛生專家猜測 中國2023年將至少有100萬人 死於與疫情相關的疾病 全球對中國的疫情通報準確性 日益感到不安 但中共就已經宣布 將會由1月8日開始 開放邊境管控措施 繼美國、南韓、日本、台灣等國家及地區 宣布對來自中國的旅客 實施入境檢測後 英國、法國、西班牙、摩洛哥和澳洲等更多國家 也先後宣布 對來自中國的旅客 採取防疫措施 歐洲也強烈鼓勵成員國 對來自中國的旅客 進行採集檢測 西衛總幹事譚德塞說 由於病毒在中國的傳播速度那麼強 而且中方沒有提供全面的數據 因此可以理解 一些國家正在採取措施 例如對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檢測 以保護本國公民 李龍頭說 中國本來要觀察幾個月再開放 現在內部疫情這麼嚴峻 突然間放這麼多人出去 每一個國家都會怕 都不可以不防 路透社報導 西衛組織緊急情況主任 Mike Ryan 1月4日在新聞會說 西衛認為 中共政府對於因為疫情死亡的定義過於合責 近期中國每天通報的感染死亡人數 持續是個位數甚至經常是零 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感染死亡數據 它的統計標準和大多數國家不同 中共說只有病毒導致的肺炎和呼吸衰竭 才被歸類為確診死亡病例 而中共衛健委 在2022年12月26日 還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改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由中國知情民眾 和殯儀館人員向外界披露的消息來看 中共秘密下令 不准以新冠作為感染死者的死因 安徽一個感染死亡的青年 他的父親李冰 1月2日向本臺表示 兒子從感染到離世 短短不足一個星期 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 開發票時 李冰在他的電腦看到一批死者資料 在年齡那一欄 最小的16歲 最大的70歲 35歲至50歲 這個年齡階段的死亡很多 死亡原因寫著肺部感染 沒有一宗寫新冠感染 秦鵬說 中共的做法是草奸人命 準確來說 它是一種謀殺 它想通過這種做法 去消滅一部分老年人 踢走這個包袱 快速恢復經濟 自從2019年年底COVID-19疫情 在武漢爆發之後 世衛組織就敦促北京提供真實的疫情數據 2020年1月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中國訪問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當面對譚德塞表示 中國的抗疫是在他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進行的 而譚德塞就吹捧中共政府 採取了及時有力的舉措 因為極力討好習近平 譚德塞被網民稱為譚書記 在世衛多次磋商下 中共也曾同意世衛組織專家組 到武漢調查病毒的起源 但是調查組在2021年2月和9月兩次前往中國進行調查時 中共對敏感地點就實施嚴格控制 它折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最早的病例資料和病毒數據 而且在外界一再揭露下 中共衛建委2020年5月15日才間接承認 在1月3日下令實驗室燒毀新冠病毒樣本 這個舉動被外界視為中共隱瞞疫情 導致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的鐵症 華裔學者李恆青表示 譚德塞在3年前就認定 中國還不是疫區 人全人是可防航空的 所以譚德塞現在如果又一次這樣做 我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當中有很多利益輸送 有關COVID-19病毒源頭 中共一直想將責任 射給美國等國家 並且對抗其他國家的病毒溯源和追責行動 陳鵬表示 直至2022年的12月 中共駐法國大使努沙野 還公開將病毒源頭 卸獲給美國 陳鵬表示 將疫情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 這是一種邪惡行為 中共的這種邪惡導致病毒全球蔓延 也導致中國民眾對世界的仇恨 帶來整個世界的不安寧 陳鵬認為應付中共的威脅是 世界聯合一起對抗中共 解體中共是一個上策 只有解體中共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全 才是對世界造福 對中國的民眾也是一個福祉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自本台記者 林海忠 諾瓦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進入注資料